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节 风险与报酬 我们这一节啊主要是四个考点 从我们以往的考试来看的话 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第三和第四 这两个考点 从考试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能第三个考点 特别喜欢在客观题里面考我们 而第四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我们后面很多章节里面 用到这个模型 我们先来理解啊 第一个考点就是什么叫风险 谈到风险呢我们只是 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就是如果它这个未来的结果是唯一的 是确定了那就没有风险了 是吧那么它有多种可能性 是不确定的那就是有风险 但是大家要注意谈到风险 并不是说就是在我们财务管理 其实并不是说就是贬义词 它其实风险即包括 这个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危险啊 我们专指这个负面效应 就是未来可能会有危险啊 但也有什么呀 正面效应的不确定性 所谓正面效应就是机会 就它既有可能可以可能带来 我们更大的这种收益 但也有可能会有损失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风险应该是一种中性词的 它既有它的正面效应 也有负面效应 那么在财务管理谈到的风险 是针对什么呀 收益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和收益有关的风险 才是我们财务管理里面 所谈的这种风险 那么如何来衡量风险呢 我们先来看单一的 这个资产投资的风险和报酬 对于这个风险的衡量呢 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我们财务管理谈到的风险 是和收益相关的风险 换句话就指的是 针对收益的不确定性的一个衡量 那么为了衡量风险呢 我们通常的就要用到一些 就是它的报酬率 看它的这种具体的 这个不确定的情况 那么具体的衡量呢 我们可以有两类 一类就是说可以通过 画这个收益的概率分布图 比如说你像我们书上这个图示 我们用横轴啊 表示报酬率 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的 这个收益的收益率的情况 报酬率的情况 纵轴表示我们的这个概率分布 就表示概率 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B项目 一个是A项目 这个B项目它的收益啊 应该说比较稳定 对吧 它的这个分布呢 就比较集中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在 比如从这个图上 比如说0到40%之间 它是这样一个分布 但大家看我们的A项目呢 它的收益率分布就非常的离散 可能亏的一趟糊涂 是吧 亏80% 但也可能会挣很多钱 所以呢 对于A项目的收益率的分布的范围 就很分散 很离散 如果用图示来看的话 就说明A的收益 相对来说 它的不确定性小一点 风险小 而B的风险会大 波动的可能性大 但是呢 我们一般来说啊 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考核你 这个风险的衡量 我们主要是要想利用 数理统计的量化的指标 是吧 因为画图你像我们这要题很比较明显 A B两个概率分布相差很大 但如果两个项目呢 它的概率分布都是 假设我们有另外一个项目 和这个B项目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有一个C项目 那你都要说A和C哪个大哪个小呢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画图不太好比较 所以我们其实在财务管理里面 衡量风险 我们是利用数理统计指标 有三个指标 包括方差 标准差 还有变异系数 那么怎么来 计算这些风险的衡量指标呢 那我们教材啊 它实际上给了就是 两种情况下的 这有关计算公式 一种就是说 它给了我们 未来收益的这个概率的 这个就收益率概率分布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它是给了收益率的历史的数据 那么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有关这个方差呀 标准差呀 然后进一步算 这话可能会有所不同 是吧 也给了一堆公式 我们看怎么去理解 其实你要理解的话 这些公式就好记了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它考试是给出了 未来的收益率 可能的这个概率分布 是吧 那么这种主要是针对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 这个过去的历史数据比较缺乏 或者说这是一个新项目 我们没有以往的历史数据 或者过去历史可能和未来不太一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要利用我们的这个主观的估计 就估计一下这个未来的收益率的可能这种概率分布 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呢 我们告诉你说 我们未来的这个经济情况 我说有三种可能性 可能比较好 也可能呢 不好不坏 一般 对吧 也可能是比我们今年要差 是这样 然后呢 每一种可能性呢 发生的这个概率 是吧 就每一种经济情况的可能性 它发生的概率 再说我们告诉你 未来好的可能性占30% 一般的情况下占40% 比如说差呢 占30% 就是我给出了未来的经济情况的三种可能的概率分布 当然大家都知道概率 各种可能的概率之和一定是唯一的 对吧 这是数学上最基本的 我们数上是用P来表示这个概率 是吧 那么各种可能的概率就给我们了 然后在各种的经济情况下 它的这个收益率 是吧 我们用我们书上这个代码 我们书上是用这个K 表示各种可能的这个收益率 是吧 这个无所谓的 这个代码 那我们假设我们说 如果经济情况很好 假设我告诉你 我的收益率是12% 那么我们如果经济情况一般 比如说给的是10% 但如果要经济情况比今天差异的话 我们假设收益率是8% 就给了这样三种可能的收益率的情况 以及它的相应的概率分布 诶 全都给你了 那大家看为了衡量分险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 财务管理谈到分险是针对收益的不确定性 所以为了衡量分险 首先第一步 要把收益的预期值给它算出来 那像这种给出了你的这个收益率的概率分布了 那你看我们想要你帮我来算 收益的预期值 是吧 就是期望值啊 或者预期值啊 怎么说都行 假设我们用K一杠来表示 就平均的收益水平吧 那么由于它给了各种可能的这个收益率 而且它相信概率也给你了 其实对于收益的预期值呢 很好确定了 就是把各种可能的概率和收益率相乘相加 对吧 用这个PI乘以KI 那像我这要提就是30%乘以12% 那加上40%乘以10% 那加上30%乘以8% 对吧 把各种可能的概率和收益率相乘相加 就得到 比如我们算的结果 是10% 那有这10%的有这个平均收益水平了 那我们来看风险 因为谈到风险 我们指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收益啊 和我们的期望收益完全一致 没有任何偏差 对吧 就是我期望会获得10% 那我未来的可能的各种收益都是10% 那就没有这个风险 对吧 那和我的预期完全一致吗 但如果你的未来的预期的这种收益 和我们的期望收益有偏差 就是未来可能的收益和我的预期有偏差 跟那个收益的期望值有偏差 那就会有风险 对吧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 这个风险啊 它实际上 就是既有正面效应又负面效应 就只要偏离我们的收益的预期值有偏差 那实际上就会有 这个等于说就实际上是有风险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偏差 那么我们这个偏差 就是把这个各种可能的收益率 和你的预期值去做一个差量 那像我们料理题 如果未来进状很好 那这个偏差是多少呢 那很显然 12%减去10% 那就是偏差2%对吧 那如果未来是10% 和我的预期的10%一致 那偏差是0 那还有呢 如果进状比较差呢 8%减去10% 就负的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例子呢 很显然未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对吧 它是和我的估计的这个收益率的期望值 和这个预期值是有偏差的 对吧 跟我的期望值有偏差 那既然有偏差 那说明它有风险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想让你求它平均的风险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2%的可能性只占30% 这个0的没偏差 40% 这个也占30% 所以我就要想把这个偏差和这个概率去 做一下价权平均 但大家知道差异啊 有正有负 像我这道例题 如果你直接把这个差异和概率去相乘相加 那这个正负就抵消了 但是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了 你别管是 这个就是 有很大的损失 是吧 就是有危险 我们说这是风险 那也包括你的这个正面向 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这也是 也是风险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差异 有正有负 直接去给它加权平均会有抵消的问题 那我们为了避免 因为只要有偏差就是风险 所以我们把这个偏差给它平方 对吧 一平方了就不会有正有负抵消了 我们把这个差异的平方 去按照概率去加权平均 我们可以起个名叫方差 对吧 就是差异平方 我们把它称为是方 平方的差异 对吧 其名叫方差 这个方差啊 就是把你刚才各种可能的收益率 和你顺材的那个期望值的差距 给它平方 但平方以后按概率去加权平均 对吧 比如像我这条例题 那就相当于是把2%的平方 你给我乘个概率是 30%的概率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第二个差异的平方 我啰嗦一点啊 0的平方去乘上概率40% 那加上我们第三个啊 就是负的2%的差异的平方 也是概率30% 这样我可以得到方差 就是差异的平方 对吧 就是把这个 呃 这个差异的 就是我们这个平方的这个差异 按照概率去加权平均 给它称为叫方差 我们教材上的方差的代码 它用sigma方 叫方差 但大家看这个方差 有一个特点 它就等于把这差异 给变形了 就比如说 我本来偏差是2% 你一平方 变成万分之四了 对吧 我本来差距差百分之二 你认为我差万分之四 这个就变形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个方差 给它开根号 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标准差 你看我们书上的代码 就看出来 这个标准差 你看方差是sigma方 就小sigma平方 那标准差就用小sigma 它就是把这个 你刚才算出来 这个方差 给我开根号 就完了 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做标准差 呃 那么标准差 大家看 还有包括方差 我们都有一个特点 能够反映出 这个可能的收益 偏离预期值的差距 这个差距越大 那么风险大 但是呢 呃 这个方差和标准差 都是绝对数的指标 可能会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比如说 我告诉你啊 我有两个方案 有一个A方案 还有一个B方案 呃 这两个方案呢 收益的预期值 我们还是用K杠表示啊 A的收益预期值 比如说10% 而B呢 收益预期值20% 那如果你要是 呃 进一步来 要你分析A B 两个项目的 风险情况呢 假如说 我们算了一下标准差 小Sigma 算了结果呢 我们随便说 假设A的标准差 5% B呢 是6% 然后你就告诉我说 因为B的标准差大 所以B的风险大 可能就不太合适 对吧 你看我B方案的 收益率是20% 我才偏差6% 你这个10% 就偏差5% 所以当遇到收益的预期值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用相对数指标 我们给这相对数指标取个名字 叫做编义系数 是吧 那这个编义系数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相对数的角度考虑出单位收益的 取得单位收益的这种偏差的情况 它就是把这个 我们的预 就是这个小Sigma 标准差 去比上一个我们的收益的预期值 K一个 是吧 比如说我用V来表示这个编义系数 那你像这个 我们对于A方案来说呢 它单位收益的这种 这个相对的这种分险呢 那相当于是0.5了 对吧 而B呢 那这个是相当于就是0.3了 所以要这样来看的话 反而是我们这个B的分险小了 就相对分险来看 反而是B的分险小 所以我们是有三个指标来衡量分险 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方差 还有标准差 其实标准差就是方差开根号 另外呢 如果遇到多方案的比较分险 预期值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相对数指标 编义系数来衡量分险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指标的这个计算 但是我们谈的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 它如果给了我们 未来的各种可能的这个 收益率的概率分布 这是一种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啊 如果它给的是过去的历史数据 特别是你看我们 如果让你衡量 我们现在上任公司有那么多只股票 我想让你衡量这各个股票的 风险的情况 那再衡量这个股票的风险 因为这股票的过去的股价的波动情况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 获得这个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在有历史数据的情况下 那么怎么来衡量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它给了我们收益率历史数据的时候 怎么来衡量风险 那我们看啊 假设我给了你过去近三年的 是吧 就是离我最近的一年两年三年 离我最近这几年的 有关它的收益率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这个收益率呢 过去的三年有可能是10% 是吧 那也有可能是8% 另外也有可能12% 是吧 就是当然还有过去三年 有三种可能的收益率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还是用 这个KI来表示吧 这个无所谓的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想衡量它的风险 衡量风险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谈到风险 是针对收益的不确定性 所以为了衡量风险 还是要先算什么呢 收益的预期值 或者你把它称为期望值 或者均值 都是同一个概念 不同称谓 是吧 也就是说第一步 你首先还是要算一下 收益率的预期值 或者收益率的期望值 那这个收益率预期值 我们还是用K1来表示 由于它给的我是过去的历史数据 是让你把它看在那个等概率时间了 是吧 所以我的这个收益的预期值怎么算呢 就是把这个过去三年的收益率 给它累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N 对吧 像我这条例题就是10%加8% 再加12%除以3 得到这个结果呢 10%了 我得到收益的预期值 然后衡量风险 因为我们就想看一下各种可能收益 偏离预期的差距 如果没有偏离就没风险 但有偏差的就有风险 偏差大的就风险大呗 所以我们就要想算一下各种可能收益 和我预期值的差距 那一样道理 你看我们第一个A差距为0 第二个呢是偏差负的 第三个A是正的 然后现在我们想来算一下它的这个 总的这个差异吧 那这个差异啊 呃 如果你直接把各种可能差异加起来去 去做平均 是吧 去除以N啊 或者什么N减1之类的去平均 你像我们这条例题 差异有正有负 它就会抵消掉 所以也是啊 为了避免差异有正有负 直接去 呃 去做平均会有抵消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管正向偏差 还是负向偏差 都表明是有风险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差异给平方 平方以后 我们去考虑它的这个 就等于说所谓的这个 呃 平均的这个差异 但这块大家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在 确定这个所谓 标准差的时候 是吧 也就是我们想算这个 比如我们先看方差啊 我们说这个方差 它的基本的这个公式呢 我们刚才理解 要考虑把差异平方 平方以后再去做平均 那这个方差呢 我们书上谈到有什么呢 有样本方差 和总体方差之分 那什么叫做总体方差呢 那就是说 它给的我是 呃 所有的 就是我 我过去历史的 所有的这个数据 是吧 相当于是我 选择的是我们的历史上 所有的数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算总体方差的时候 那就是把各种可能的 这个 收益率和均值差异的平方 加起来除以n就完了 但如果呢 你不是选择的所有的这个历史数据 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这个样本 就假设像我们这样的一题 我只是选择了最近三年的 是吧 我就选了最近三年的这个样本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啊 一般来说我们考试比较多碰到的是样本 是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的样本方差 那怎么办呢 大家看 我们是把各种可能的收益率的差异的平方 给它累加了 对不对 但是你分母除的是什么呢 你不能去除三 而是要除自由度 是吧 这个自由度怎么去理解呢 其实我们这样理解不是很严谨 但是就是为了好计这个公式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有差异的样本个数 怎么来说呢 就是如果大家看 我们这样来分析 假设呢 我们分析一下过去的历史数据 然后呢 它的这个收益率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 过去你不管怎么样 都是就一个数 就都是唯一的一个数 比如说我们分析国债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 这个分析一个十年期的国债 然后各年的 它的这个收益率的情况 那假设我分 它就是非常稳定 就是一个收益率 当然如果就只有一个 那你有偏差的样本个数呢 没有 那就是零了 没有有偏差 对吧 但如果我说 哎呦我分析了半天啊 我的收益率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10%啊 一个5% 那有差异的样本个数 那就是 那就什么呀 那就应该是二点 就只有一个了 那像我们这里面也是 大家看 我们是有三个 对吧 有三个这个收益率 那你一定是针对某一个 是吧 针对某一个来考虑它的偏差嘛 有差异的样本个数 就是我们自由度 实际上是应该是两个 对吧 有两个是有偏差的 所以呢 这个像我们这条例题的话 我们在考虑的 这个差异的平均 那就说你要把这负的2%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正的2%的平方 对吧 加起来除的是什么呀 除的是2 你不能除3 对吧 因为还有一个那个 那个0的平方 就把它整个加起来 对吧 但是有差异的样本 个数自由度啊 应该是n-1 就是2 要不然的话 本来只有两个样本 有偏差 你除3 就把它变小了 所以这是 样本方差的这个公式 就是分母是要用 自由度 用的是小n-1 对吧 把样本 就是你认为有代表性 样本有五个 那既然是五个样本 那么有偏差的 就是四个样本 是不是 所以分母是 小n-1 是这样的 当然它如果说 给的是过去历史上 所有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就是 除以总的这个n了 是吧 其实当我们的 这样本量足够大 其实这个样本方差 和总体方差 就基本上一样 是吧 比如说我们 假如我的样本量 超过了30个 你可以看一下 两个结果 其实相差并不是很大的 是吧 那我们看 有了方差 标准差一样啊 就是把方差开根号 如果给的是样本方差 那我们就 就是直接把样本的方差 开根号 那么总体是根据 总体这个方差 开根号 这个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 变异系数一样的 都是拿标准差 除以预期值 这是从相对角度 来衡量我们这个分线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 大家记住了 就是说要知道 我们考试的时候 如果给的是历史的 这个就是过去的历史数据 我在求预期值的时候 就把各种可能的收益率 加起来除以n就行了 对吧 但如果给的是未来可能的概率分布 那就是收益率和概率相成相加 但大家注意 这个收益率的预期值啊 是不能够 直接用来衡量分险的 这个收益的预期值是反映 预计收益的平均化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 衡量分险 就是考虑是针对 收益的不确定性吧 所以我必须要把我们的预期的 平均收益水平才得到 如果未来的各种可能收益 和预期收益完全一致 没有偏差那就没分险 对吧 那如果有偏差那就有分险 所以呢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不能 是吧 它是不能够直接来衡量分险的 那么可以用来衡量分险的指标呢 包括方差 标准差 还有边缘系数 是吧 方差呢 就是把这个差异的平方 如果要是给的是概率 就把差异平方按概率 加钱平均 来求你的方差 但如果给的是 这个有关历史数据 是吧 我们考试可能重点注意的 就是样本 那就给了我们过去 几期的样本的数据 那我们就把 各种可能的收益率和 这个均值的 这个差异的平方 加起来 但是分母要记住 除的是小n减1 除的是我们的自由度 是吧 除以n减1 然后一样道理啊 标准差都是方差开根号 边一系数 要用标准差处于预期值 对不对 然后呢要注意什么 就是我们的方差和平准差 都是绝对数指标 所以它都有全体 就是预期值要 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这两个指标 越大 分险越大 那么如果遇到 遇到预期值不同 我们需要进一步 去算这个 边一系数的 是吧 可以说边一系数啊 不管预期值是不是相同 因为如果预期值相同的话 利用边一系数和利用边准差 它们的衡量结果是一致的 对吧 因为如果我们是一样的预期值 你都是除的那个 分母从同样的数 所以边一系数大小 和你标准差大小一致的 那没有问题 它是可以用的 但是预期值要是不同的话呢 就只能是利用这个 边一系数去衡量 两个分险之间的 就两个项目之间的 相对分险大小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例题 它就问下 下列指标中 能够反映资产分险的有 这个多险题 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因为预期值是衡量收益的这个 就是平均水平 它是不能衡量分险的 那可以衡量分险的 我们有边准差 方差 还有边一系数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书上的例题 我们书上其实对于 分险的衡量 实际上也是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其实它谈的是两种情况下的分量 分险衡量 一种就是 给了你这个预期的收益率的概率分布 你像书上这个例三到十 他告诉我说 ABC公司有两个投资机会 A投资机会是一个高科技项目 这个领域的竞争激烈 如果经济发展迅速 并且项目搞得好 取得比较大的市场债务率 利润会很大 否则呢利润很小甚至亏本 而B项目是一个老的产品 是必需品 那么它的前景呢 可以准确预测 然后未来的经济情况 告诉我们就是 繁荣正常衰退 有关的概率分布和期望保护率 就直接给我们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例题是给了我们 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三种 就对于每一个项目 未来的三种可能的收益率 以及概率分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一下 让你衡量这个AB方案的 分险的时候 首先我们考虑分险 收益的不确定性吧 所以我要先把收益的预期值得到 那么A的预期值 那就是把这个概率 PI和保护率 KI相乘相加 对吧 0.3乘90% 再加上0.4乘15% 再加上0.3乘-60% 这样可以得到 A的预期值是15% 而对于B呢 一样道理 也是把概率和我们的收益率 相乘相加 就可以到它的预期值 也是15% 那么这样呢 这条题就两个的 收益的预期值 是一样的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标准差 那标准差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就是说因为为了避免这个差异 有正有负啊 所以他首先要把差异给它平方 平方以后 按照概率 去做加全平均 这样可以得到我的方差 然后方差开根号 就是标准差 那么同理对于B方案也是这样 也是把差异平方 按照概率平均 然后开根号 得到我们的标准差 由于我们这样的例题呢 AB两项的 这个收益的预期值 都是一致的 我们算财结果都是15% 所以实际上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差呀 或标准差 你可以看到A 比如说标准差是5809 而B只有3.87 所以B方案呢 是分险比较小的 对吧 那我们再接着看 如果给的是历史数据 我们怎么来计算 这个分险衡量 我们书上的例题 其实它这个 就是我们调材在后面 但我们把这个例题 给它提到前面 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例子 它就给了一个表3到3 完全付相关的证券组合 我们就以A方案为例 大家看 A方案过去这5年的报酬率 它全给我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给了过去5年的报酬率 所以这个表里面 这个平均数15% 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算的 这个15%啊 其实就是把上面这些 把各种可能的这个 收益率加起来 40%加上-10%对吧 再加上35% 然后再加上-5% 然后再加15% 把各种可能的收益率 你给我加起来 然后除以多少呢 5 给了我5年的数据 是吧 那就分母就是除以5 把5个收益率 加起来除以N 但大家看 我们这个标准差 因为它只给了5年的样本数据 所以我们要利用样本 标准差的公式 就是这个22.6%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把各种可能的收益率 比如说我啰嗦一点 第一种是40%吧 你要给我减15% 然后为了避免差异 有正有负 我们直接加上会抵消 要把差异平方 再加上第二种呢 是-10% 对不对 然后也是跟我们的均值 15%去对比 差异的平方 第三种呢 是35%了 所以35%减15% 预期值平方 对不对 然后第四种你看 是-5% 对不对 所以-5%也是减15% 平方 你看第五个 正好是15% 所以15%减15% 对不对 平方 但大家看 这个方差的确定 我们先看方差 把各种可能差异的平方 加起来 但是分母 要注意不是除以5了 要除以自由度 除以小N减1 所以除的是4 对吧 除的是5减1 除以4 这是方差 把整个这个开根号 就是我们这个22.6% 所以它这个表里面 这个22%是自己算出来 它如果书上没给过程 这个算就是给了你的过去的历史数据 让我算 我们按照样本 表演差的这个计算公式 给它算出来是22.6% 是吧 这是我们书上的例子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结合一些例子 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以往比较早的一个考题 很简单的考题 它告诉我们说 面临加以两个投资项目 经过衡量的期望不好率相等 大家看 就是预期值相同了 说假项目的表演差 小于以上的表演差 那大家看 因为期望不好率相等 就可以直接利用表演差来衡量风险 那说明假的风险小 其实就是说明假风险小 我们一看就说明假的风险小 那风险小呢 我们谈的是指的是 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要小一点 是吧 就偏离预期的差距要小 然后我们可以看 这个A说假项目取得更高报酬 和出现更大亏程的可能性 大于应该是小于 应该是假取得更高报酬 和出现更高报酬 因为我们谈到风险是一种 不确定性 但是它既有正面的这个 不确定性 也有负面的效应 对吧 就有正面上有负面的效应 所以它实际上指的是 它的这个出现更高报酬 或者出现更大亏程的可能性 都会小 所以应该选择的是B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们关于两项证券资产的 风险比较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呢说期望值相同的情况下 变异系数越大 风险重越大 那我们说是对的 因为变异系数是相对数指标 无论其实期望值相同或者不同 都可以拿变异系数来衡量 那我们说B 期望值不同的情况 变异系数越大风险的大 这个也是对的 对吧 因为它实际上我们是用 相约数指标来衡量风险 它是不受期望值 是不是相同的这种影响 然后再看C 说期望值不同的情况下 标准差越大 风险大 这个不一定的 因为期望值不同 需要进一步算变异系 这个不对 然后期望值如果相同呢 标准差越大 风险程度来 那这个是对的 对吧 因为标准差是一个绝对数指标 所以我们是需要考虑一个 就是在多资产之间 分险比较说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期望值相同 所以这样只有C不对 ABD都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考点 投资组合的分险与报酬 对于投资组合呢 按照组合的理论啊 就是按照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对于若干种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 收益是这些收益的加权平均 但是分险不是这些分险 加权平均分险 就是组合是可以降低分险的 这是组合理论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看怎么去理解它 这个大家可以跟我看 书上的例子啊 你看我们这书上的例子啊 他告诉我说 我们准备投资100万 准备呢投资AB两个资产 A和B各占50% 然后他举了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说 如果这个A资产和B资产的收益 是完全负相关 什么叫完全负相关呢 就是说他收益率的变动方向啊 是反着的 而且呢他这个变动呢 就是这个就是你说 一个变量的增加值 和另一变量的减少值 他的这个绝对值是一样的 但是方向是相反的 叫完全负相关 对吧 就A资产的收益涨的时候 B就下跌 等到A呢下跌 B就上涨 但是你涨多少 我就跌多少 我们两个是 完全负相关的 这叫做 你像我们教材 这个表 三到三就给了一个 完全负相关的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你看某一年 A呢收益率是最高 B呢是最低 等到某二年呢 A降到了最低点了 B呢又是最高点 就等于他的变动方向 正好就是完全是反着的 你涨我跌 你跌我涨 而且变动这个差异幅度 你涨多少 我就跌多少 是吧 这叫完全负相关 那么对于完全负相关的组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看他的组合的这个收益率 呃 因为我们这里面提就说 假设我A资产投50万 B投50万 所以这个报酬率的计算简单 你看这个假设某一年 A是20万的收益 20除以50是40%了 B呢是负5除以50 就是负的10% 那么如果让你求这个组合的这个报酬率呢 其实这个呢 你可以利用加全平的方法 就是A的是40%对吧 但是我的投资比重是占0.5 然后B呢收益率是负10% A它也是占0.5 然后这样一来你可以算一下 正好这个结果就是15% 是吧 或者是用它总的收益 就是总收益15除以总的100吧 所以它组合的收益率 你可以看一下 你别管是某一年还到某五年 我的组合收益率计算的结果 都是拿A的收益率乘上A的比重 再加上B的收益率乘B的比重 所以我的组合收益率 还是按照它各自的加全平均的 那个收益率来算的 但是我们来看组合分险 如果你单独看A和B的分险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怎么算出来的一个标准差 就是样本标准差 对不对 就是样本标准差的计算 A和B本身的分险都挺大的 对吧 都是偏差22.6% 但是呢我们考虑组合收益 A的收益是 这时候B是负5 这样一总收益15 一高一低 正好底了 组合来看是吧 这个A资产涨了 但B又跌了 它一平均 我们俩就把那个收益就稳在15了 第二年的A下跌 但B又涨了 它还是15 所以它的组合的收益 你看 它就成了一个稳定的数了 它和我的预期的收益就 总的就没有偏差 它都是一个 你看 是吧 我们都是唯一的一个15% 因为组 我们谈到这个分险是考虑它的 这个收益的不确定性 每一个个别资产收益 它是上下波动 但是因为你一个涨一个跌 一组合收益就很定了 所以你看我的组合的分险呢 没分险了 我组合的收益是一个数 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收益率 是一个和我的预期完全一致了 没有分险 这是 就是完全负相关的这个例子 然后他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完全正相关 那什么叫完全正相关呢 就是说你涨我也涨 你跌我也跌 你涨多少我就涨多少 你跌多少我也跌多少 就是我们俩的变动的方向趋势完全一致 就是完全正相关 我们书上大家看这表三到四 就是AB两个资产 你像某一年全都是收益最高 等到某二年全都降到最低 对吧 就是你涨我也涨 你跌我也跌 反正就是同方向 同虚式的去变化 是吧 那么 这个从每一个资产的个别风险来看 也是挺大的 对吧 他一会涨到40% 40% 一会跌到负10% 他上下波动 对吧 不确定 有偏差 这两个个别风险 也都是挺大的 然后你把它组合一下 那么组合的风险呢 因为你涨我也涨 对吧 我们考虑它是收益率的这个一个波动吧 最后算的结果 你看它还是22.6% 所以就想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组合的收益率 永远都是把个别收益率和权重相成相加 但是组合的风险 特别是你看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完全负相关的组合 你两个单单独的来看 它的断软差都是挺大的 对不对 但一组合呢 我的风险给抵消了 我的风险反而是零了 就说明我们这个结论 是吧 组合的收益是加权平均 但是组合的风险 不是加权平均的风险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来计算 是吧 也就是我们有这个理论 但是我们想定量的计算 那我们先看简单的 就是组合的收益率 我们刚才已经谈了 组合的收益率是加权平均收益率 那我们书上呢 给了一个公式 是吧 这个RPP就是portfolio 就是英文的好字 我们就组合 是吧 这代码无所谓了 就是组合的收益率 它等于什么呢 RJ就只是J资产的个别收益率 是吧 它这个RJ它指的是 相当于是J资产的 这个个别收益率 然后呢 这个AJ呢 它这里面的A呢 表示比重了 是吧 这个J资产的这个投资的比重 它实际上就指的是 个别收益率和比重相成相加 这代码不用记它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书上代码 一会用W表比重 一会用A表比重 所以无所谓 你就记住它的结论就够了 组合的收益率 就是各种证券 期望不好率的加权平均 所以考试到我算 组合收益率 就是把它的收益率和投资比重 相成相加就可以了 是吧 那这个比重就是你的个别资产的投资 占你总投资的比重 是不是 其实这个公式啊 我们说计算非常简单 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 就特别是客观提考 它主要是希望你掌握什么呀 就是组合收益率的影响因素 你从公式里面可以看到 对于组合收益率影响因素啊 就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投资比重 一个是个别资产收益率 对吧 就是你改变它的比重 是吧 改变个别收益率 就会影响我的组合的收益率 那么当特定的两个资产确定了 也就是个别收益率 我们现在给你定好了 比如说我告诉你 A的收益率是10% B的收益率 我告诉你啊 是20% 对吧 就是我这个收益率 一个高一个低 就比如这样 那现在我想你求 组合收益率 那你得给我投资比重 对吧 比如说我手里有100万 那你如果拿30万去投A 那就剩下就只能是70万投B了 是不是 因为这比重值合也是唯一嘛 那么我们组合的比重你改了 那它组合收益率就会改 就会变 那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获得最高的组合收益率 该怎么办 那你要想获得最高的组合收益率 就是把资金全都投到B资产吧 是不是这样啊 那么反过来 如果你要是想获得一个最低的组合收益率呢 那就把资金全部投到A 所以其实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我组合收益率是有范围的 对吧 也就是我的这个组合的收益率啊 它实际上是有范围 就是你最小最低 你不能低于10% 你最高不会超过20% 应该是10%到20%之间的 对吧 你最高顶多是把所有资金全都买B资产了 我全都买B资产了 那我的组合收益率不是它最高吗 是不是 那如果你把资金全都投到A资产 那就是10%了 是吧 所以它的范围是在10%到20%之间 是吧 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就是说 想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组合的收益率 是加钱平均收益率 所以它的这个投资比重和个别收益率 会影响你的组合收益率 我们的最高的组合收益率 就是那个最高资产的收益率 最低的是 这个最低资产收益率那一块 它不会超过 就是你的组合收益率 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会不会超过20% 不会 是吧 它最高也就是20% 我们看一道例题 我告诉你 A的期望收益率12% 不要你差15% B的期望收益率是18% 不要你差20% 然后投资于两种证券组合 然后问你以下 结论中正确的有 最小期望 报告率的组合 是全部投资于A 我们说是对的 是吧 因为A的收益率低 最高期望报告率组合 全部投资于B 然后由于存在风险 最高的期望报告率组合 说有可能是高于18% 大家看怎么样 不对 对吧 组合的收益率 它就只受你的比重和 个别收益的影响 是不是 我不可能高于最高的 18% 是吧 那么同样 你的最低也不可能低于12% 所以这个AB是正确 CD是错误的